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奇異果班的神君浩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小雞過生日 有一天 媽媽帶了小雞去弄糕點 然後媽媽 然後小雞就跑去看了好多好吃的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小雞就看了餅乾冰 然後小雞說布丁比較好吃 然後媽媽已經買好了 然後小雞說怎麼這麼快 然後媽媽說等一下爸爸就回來了 然後爸爸又去了玩具店 小雞他們 爸爸就看了好多好玩的 不知道買什麼 然後他跟老闆說 他買的東西好了嗎 然後老闆就說好了 然後爸爸買好的回家 然後媽媽打開蠟燭 開蠟燭點火 然後小雞吹了蠟燭 然後爸爸跟小雞呢 禮物打開蠟燭眼鏡 然後小雞就說謝謝媽媽跟謝謝爸爸 然後他們說完就吃蛋糕 煎蛋糕 然後爸爸都好開心跟媽媽 然後他們吃完看到了蠟燭燭的星星跟月亮 謝謝大家的故事講完了